微博办了一场盛大的音乐盛典,邀请了很多歌手和爱度出席,而在颁奖礼前是经典的红毯环节,周比昌的礼服很华丽,像童话故事里要去参加宴会的贵族,但她的发型过于简单,就像打工人快吃到时,随便扎个头发就出门,很不大。 进了那场,周比昌换上有彩色羽毛点缀的毛外套,配银色亮片长裙,配上显可爱的蝴蝶结头饰,每一件配饰都属于不同的风格,但造型是坚持把这些衣服配饰搭在一起,肯定有她的理由。 无论是看脸还是看身材,薛凯契都不像一个42岁的人,她选了一条设计超级大胆的裙子,尽显好身材,不知道这件内衣是不是裙子的一部分,总感觉跟裙子本身不太搭,好在没有影响到她的美貌。 黄岐山瘦身之后,经过造型师的改造,整个人似乎脱胎换骨,都想给她配上姐就是女王,自信放光芒的背景音乐了。 比较少出席内地音乐盛典的莫文卫,走红毯时跟张琪、欧阳靖和李朱贤一起亮相,大家都穿了全黑的衣服,远景啥也看不清楚。 在直播镜头下,53岁的莫文卫发亮惊人,但眼不能看出一点年龄感了。 孟佳也穿了黑色礼服,裙子在直播镜头下一片黑,同样看不清楚,感觉孟佳这条裙子只适合拍金修照,或者要在打光非常充足的场景下才好看,不然生涂实在夸不出口。 吴轩仪身着秋冬高定,银丝虎纹国风裙,难得造型再现了一回,不再像精神小妹了。 说上歌手猫袜穿了一条平平无奇的绿色紧身连衣短裙,她手上的浮夸长手套,主要起到一个拍照式不让别人靠近的作用。 红毯上有三位歌手都穿了白色礼服,单衣纯的羽毛拖尾长裙看着像新娘,余文文的花朵白裙看着像伴娘。 陈卓璇即像伴娘,也有点像李仪小姐,跟女歌手和女爱豆的礼服比起来。 大部分男歌手和男爱豆的造型都比较普通,人嫌其身着黑色长袍,在一众男明星中算是比较独特的,符合她成熟稳重的气质。 歌坛老前辈杜德韦选择了较为复古的穿搭,金色外套配牛仔裤,但实在理解不了这件像保暖内衣的肉色打底,时尚感一下子就被打碎了。 胡彦斌穿的是花衬衫,配破洞紧身牛仔裤,属于不想输给村草的精神小伙打扮。 关志斌这套红色皮衣外套,配黑色紧身裤的穿搭,证明了土合潮只在一线之间,但他穿起来之所以好看,全靠颜值成长。 在直播镜头下,完全看不出他快43岁了,跟薛凯奇一样,仿佛都吃了防腐剂。 张栋梁的衣服主打一个舒适随性,以至于在镜头下身材比例变得很虐,惨被排成1米5。 张远穿的是陈思诚带火的土味橙色西服,但好在他拍照时没有摆出像陈思诚那样油腻的表情。 张远的好兄弟陆虎和王正亮都默契地穿了黑色西服,以至于当镜头扫过去,最抢眼的是在C位的张远。 三人拍照时的表情跟在综艺里一样好笑,一个萌,一个露出标准微笑,一个努力耍帅。 盖的金色刺绣外套让他看起来像在道上混得不错的小头目,墨镜一带都想问他一句。 盖哥最近在哪里混?王家尔再一次穿了全黑的衣服走红毯,上次全黑走红毯时,手上拿了一串车钥匙,这次则提了一个绿色的大牌包包。 怎么两次的红毯造型看起来都像在赶场,人帅也不能任由造型师折腾吧? 时代少年团的服饰风格各不相同,但都穿得像高档发廊里技术最牛的Tony,分分钟让人误以为这是发廊的剪彩仪式直播。 时代少年团作为时代风俊的二代团,同样不足打高颜值,其中马家起、张真元以及严浩翔这三位成员在直播镜头下看着都很普。 但审美是主观的,所以一部分人眼中的普,也会是一部分心中好伟大的一张脸。 已经解散了的限定男团into1,选择同场不同框,从左到右是刘宇,赞多,米卡,高清晨,博远,只有刘宇的蓝绿色亮片西装,看起来比较抢眼。 周深穿了简单的黑西装,衣领有亮片点缀,整体造型中规中矩。 白举刚的西装配墨镜造型,让他看起来像一个实力受损的患者,也像一个准备去玩4D游乐项目的游客。 还有几位歌手没有走红毯,只出席了那场的颁奖礼。 刘宇宁穿了略夸张的垫肩西装外套,头显得很小,林俊杰的后刘海快要遮住眼睛了,仿佛顶着一个锅盖。 张杰不穿花花绿绿的衣服之后,时尚度有所提升,他穿了一件短款外套,踢高了腰线,所以在身高差不多的情况下,张杰比张一新鲜腿长。 张一新的金发造型在金修照里有几分帅气,可是离开滤镜后,竟多了几分非主流的感觉。 汪峰自从维持平头配眼镜的造型之后,整个人看着便朴实了。 李宇春跟林俊杰拿了同一个奖,影响力音乐人,两人上台领奖时,主办方特意为他们制作了照片墙。 李宇春的照片墙堆满了数张金修照,看起来比较用心。 林俊杰的照片墙就比较简单了,仿佛工作人员快下班时急忙制作的。 这场音乐盛典的获奖名单,主打一个见者有份,完全不需要竞争,兴致更像是乐坛的大型聚会。 每年看一看,不在乎谁拿了哪个奖,就当看热闹也不错。